在我们的文化里面 我们常见说 这个人他很能够帮他的丈夫 这个人很帮夫 这个人非常成全他的丈夫 可是其实不是只有妻子 是我们的配偶 我们也是 我们妻子的配偶 对不对 我们也是他的配偶 所以神其实放我们 在他生命当中 也是来帮助他 也是来成全他 所以其实在这个关系里面 神从来不是要 就是要姐妹来成全弟兄 很重要一件事情是 弟兄也是要来成全姐妹 所以我们怎么样子 让她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 我对这个事情 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 我的妻子 她是个护理人员 她是非常有爱心 因为她是在 癌症医院的癌末病房 然后这十年 她曾经得过 台北市的这个优良护士 因为她的爱心 她成为她被他们的整个医院 推荐去参加 然后得到这个奖 她自己对这个护理 非常有热忱 可是后来当她 她生产了之后 她就觉得说 她就有离开两年 就全心全意地照顾孩子 她照顾这个孩子之后 她为了孩子来牺牲 她的专业跟她的热情 那孩子开始慢慢地长大 进到幼稚园之后 她就主动跟我说 她想要帮助我 那她也开始进到梦想之家 也进到教会当中 来帮助我的一项 那么后来她就开始去读 这个资商辅导 她有一个最大的热情 就是做资商辅导 特别是在一些儿少 在参长辅导当中受到伤害 那她想要去辅导他们 最大的梦想是在我的教会里面 成了一个资商辅导中心 可是因为在礼拜一的时候 她就是要去上课 所以她就没有办法陪我了 那她也没办法照顾孩子 所以我要送孩子去上学 我要去接孩子放学 然后我要为孩子张罗晚餐 我要做很多事情 那礼拜一我也不知道 到底我能够做什么 我又干脆就跑去办公室上班了 没有守安息日 那其实我们为这个事情 有一些冲突 但是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 她成全我的孩子 她成全我的意向 可是关于她的意向 其实我后来开始觉得说 我应该要支持她 是因为那是她的意向 不能够只有她支持我的意向 那我有没有支持她的意向 所以我想其实今天你讲 从这个我们支持姐妹的角度 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角度